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解放军众多军机 轰六歼二零训练画面全亮相 轰六作战半径超过三千五百公里 还可携带远程飞弹 射程达两千公里 上个月二十四号 才刚和空警五百军机等多架战机 路过台海训练 歼二零战斗机 也被拍到进驻东部战区 不但作战范围可延伸扩展 至台湾外的第二岛链区域 也可能会再启动绕台巡航 轰六算是一个老旧的轰打机 那其实台湾空军应付来讲是错错有余 但是比较麻烦就是所谓的 歼勒斯之类所谓的逆送战机 那其实歼勒斯对台湾空军来讲 是比较威胁性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不忘在春节团败的演讲中 再次强调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 选在小年夜曝光的战机绕台MV 文攻舞后 就是要让台湾这个年过得不适自卫 三迷新闻春初的报道